醫師摸摸頸動脈檢查書後的回復狀況 因為這位68歲的弘姓婦人 三年來飽受頭暈困擾 吃了不少成藥還是沒效 直到就醫檢查才發現是罹患罕見的頸動脈紐結 頸動脈血管呈現兩個180度大轉彎 頭暈暈的就腦子痛痛暈暈的 很難受要吃藥都吃血液循環的藥 是醫生推的嗎?還是買成藥? 我都是吃中醫、中藥 我們做個電腦斷層血管攝影檢查之後 卻發現它不是最常見的狹窄 也不是第二常見的頸動脈瘤 反而是一個頸動脈發生180度大轉彎的血管扭轉 醫師指出患者前頸部右側 有個跳得右快右脊的總塊就是頸動脈紐結 前端動脈被血流阻力撐出正常大小的兩倍 但血流量卻只有正常人的2% 不處理容易形成血塞 因為兩個180度大轉彎 直接影響到就是腦部的血流 所以它就會有類似中風前的症狀 如果不處理可能會有急性的血栓 造成急性的腦中風 那我們手術的方式 治療方式就是結彎取織 把彎曲的兩個180度做切除 切除以後再把原來自體的血管重新縫合 經過評估最後是將頸動脈彎缺的地方 手術結彎取織 恢復正常供血量 醫師表示這樣的症狀都耗發在三高族群 但這位病患卻沒有三高問題 因此醫師推估可能是因為年紀大 血管彈性退化疲乏所造成的 有類似病患的民眾可要當心注意 記者立獎的中層到 謝謝你